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观赏我的视频 和阿里伯伯一起来练武功 学习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专题是这个零件 这个零件尺寸理结构很简单,很适合初学者练习 今天就来画这个3D图形给大家参考 你也可以自己先画画看,如果快速画出来这个3D图形 那我们先了解它们的外观一尺寸 宇宙眼孔直径100毫米 这边高是90毫米 这边宽是60毫米 这边宽是4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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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了解它们的外观一尺寸后,什么样画呢? 我们就一起来画画看,快速的把它们完成 我们就开始来动手吧 我们重新画一次给各位参考 开新的档案 选择零件绘制,切定 选择上机准面,草图绘制 选择圆 中心点这一边画一个圆,切定 选择线,结合建构线 从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到中心点 转垂直线向上,切定 选择线,从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切定 选择镜色,选择镜色图圆 建设以水平线,切定 选择智慧型尺寸,这边距离40毫米 沿直近100毫米 选择特征,甜料生炒 给电深度,20毫米 轮廓这里,这里,切定 选择炒图一,生炒甜料 给电深度,40毫米 轮廓这里,切定 选择前机准面,炒图绘制 途面转账 选择线 选择线 从这边中心点画一条垂直线往上 切定 选择线,改为集合建构线 选择线 选择线 从端点这边画一条斜线往下 转水平线往右 到中心点 切定 选择镜色 选择镜色图圆 建设于垂直线 切定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高 90毫米 这边宽 60毫米 选择特征 生产填料 方向 成型到某一面 选择面 方向耳 成型到某一面 选择面 切定 这样 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给它上个颜色 选择绿色 确定 看起来比较亲切漂亮 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 宇宙原直径是100毫米 这边宽是40毫米 这边高是20毫米 这边高是40毫米 这边宽是60毫米 这边宽是60毫米 这整个储存是正确的 这个零件储存以结构很简单 很适合初学者练习 用正常以填除掉功能 就能快速的画出所要的3D图形 简单几个步骤就把它完成 看过你就会了 好OK 我们今天3D绘图的视频示范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下小铃铛 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3D绘图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 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正所谓教学相常 看得越多 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 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 就会通知你哦